黑暴期間裏面是我們過去想都想不到的一種暴力的衝擊 特別我們工齡會都受到七十多次不同的暴力衝擊 明明是很嚴重的社會暴亂 又說成是社會事件 連我們的官員都說成是社會事件 這種不可以時期時避避避 透過在網上散布一些不良的暴力訊息 因為他們做冷氣軍師就是我們的年輕人受害 英國日前發表了香港半年的報告 提到香港實施了《國安法》一年多 是利用法律去打壓香港所有的反對派 如果有英國媒體想找你做訪問 你們會怎樣回應這件事呢 我們做立法會議員期間 都會接觸不同地方的領事官員 我都會跟他們說 你不知道就不要亂說 不過大家都會明白 你跟他們說是牛頭不搭馬嘴的 我們會說回香港的實況 我說你看我 我每天都罵政府的 我每天都會批評官員做事不當 都仍然安然在 批評沒問題的 只要你不是想要犯法 你沒有想要顛覆你的國家 你沒有想要分裂你的國家 沒有想要顛覆你的國家 沒有想要顛覆你的政權 沒有想要叛國的 那你怕甚麼呢 走得正奇得正 是其是非其非 欲加之罪何還無知 五眼聯盟打壓我們中國 加上香港做磨心 你做甚麼都好都是錯的 所以你根本不用太擔心 他們怎麼看你 我覺得最好的方法 是用他們國家 所熟悉的例子去駁他們 以儀制而最好 香港有些比較講英文的那些 儀制而 譬如說江樂士 或者Henry Lipton 我們顯倫大法官 他們用本身的母語 跟他們解釋情況是怎樣 或者美國在1991之後 那些立法令多嚴苛 他們對付那些所謂恐怖分子 在Grantanamo多嚴苛 全世界都知道 所以我們要爭取 我們國際的華語權 英國發表這個報告 我覺得完全是政治先行 立場先行 那種程度是針對我們國家的發展 黑暴期間 我們香港實際哪有的自由 那時候連穿衣服之後都沒有 穿黑色以外那些 都受到很大的壓力 在全世界 在國安法來講 其實我們香港 相對來說 應該是很寬鬆的一個環境 最近在美國的總統選舉 裡面出現的暴力行為的時候 美國的法律是非常之嚴苛的 你認為香港是否需要 提高一個競爭力 去解決高樓價 或者是否一個首要的工作 法令也是說的 可能賺了三四萬元 或者五六萬元 買到樓到 可能在人工裏面 差不多五六成 都是供了樓 樓價是嚴重的影響 我們香港的一個競爭力 不單止影響營商環境 其實另一方面 是影響我們香港的打工仔 或者市民的生活質素 其實政府我們香港 一直缺乏了一個 就是土地儲備的概念 不同的方法來增加土地供應 包括善用這個郊野公園的 就是邊水用地 考慮是否要重推 一手樓便要蓬試稅 我們希望應多管齊下 去解決住屋的問題 新界東北發展 接下來的大禦 這些要幾十萬個工人 一定是想著慢慢慢慢 要適時去外地輸入勞工 在不損害大家整體的賺工作 或者收入的情況下 一定要加快 找地下界的朋友 他們說真正正貴 是棄樓的成本價貴 老公貴 我們籌備這系列選委界別論壇的時候 是有根據選管會的指引 邀請所有五十一位候選人 有部分之前已經上過來了 部分候選人 就表示未能出席 或者未有回方我們 對於民族的業務 一陣營